為什麼大孔雀冥王能夠轉定業 這就是他的問題 今天如果我不知道 我就被年齡上司拷倒 那拷倒呢 就換他來講 我就不用講 還好我稍微對孔雀冥王 有他的根源 我告訴大家 五佛中央大日如來 毕如遮那佛 他的背靠 他的等流身 什麼叫等流身呢 也就是毕如遮那佛的等流身 什麼叫等流身 相等的 相等的身 比如我現在是盧聖宴 我沒有等流身 那麼所謂等流身就是另外一個盧聖宴 也是一個跟盧聖宴一樣有power的盧聖宴 就叫做等流身 大孔雀冥王 大孔雀冥王就是毕如遮那佛 大日如來 大日如來的等流身 相等的 這個力量很大 大日如來 在毕如遮那佛 是可以講他本身是十三地的佛 十三地的佛 是很高的佛 五佛當中的中央的毕如遮那佛 大日如來就是最高的佛了 五佛當中最高的了 相等於他的 是大孔雀冥王 是等流身 另外呢 還有變化身 西方極樂世界有提到這個 這個阿彌陀佛所變化出來的 所謂的嬰兒孔雀共命之鳥 嘉林平家 這些鳥都是阿彌陀佛變化出來的 那麼大孔雀冥王 也等於是阿彌陀佛的變化身 因為西方極樂世界有孔雀 那麼孔雀是阿彌陀佛變化出來的 所以阿彌陀佛是大孔雀冥王的 變化出來的變化身 他有阿彌陀佛的這個力量在 阿彌陀佛本身來講起來 有業障的人都可以往生到西方極樂世界 所以他可以轉定業 你已經有定業了 但是你一心歸命大孔雀冥王 等於歸命於秘魯善那佛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本身能夠帶業往生 你的業障可以帶走業 到西方極樂世界 那不是等於轉業嗎 這個就是孔雀冥王的法力 另外還有一個孔雀冥王還有一個壽用身 當初釋迦摩尼佛曾經是孔雀王 有一事他轉世成為孔雀王 釋迦摩尼佛本身的受用身就是孔雀王 孔雀王就等於是釋迦摩尼佛的身一樣的 那麼這個佛呢 釋迦摩尼佛是佛教的在沙婆世界成佛的 沙婆世界的教主 他的法力也是無窮大 有這三個佛哉 大日如來的等流身 阿彌陀佛的變化身 釋迦摩尼佛的受用身 就是大孔雀冥王 所以你今天 今天大孔雀冥王你修了相應了 就等於跟壽如遮那佛 跟阿彌陀佛 跟釋迦摩尼佛 這三個佛統統都相應了 有這麼大的力量 當然能夠轉定業 佛不能轉定業 一佛不能轉定業 多佛就可以轉定業 他比如這個穆蓮舊母 他有大神通力 穆建蓮他有大神通力 到這個惡鬼道去救他的母親 他變化食物給他的母親吃 馬上就到口就化為火 不能吃 他回來求釋迦摩尼佛 釋迦摩尼佛說 有辦法 有辦法 就是宜蘭盆金 裏面所講的 召集所有的聖眾 所有的聖賢身 一起把法律加起來 墓建蓮就可以到陰間去救母 像今天啊 好像一個喪失的力量不夠 那麼我們這裡今天來了七十幾個喪失 七十幾個喪失 全部加持一個力量 全部念誦經奏加持一個力量 很快的就可以把這個人給他超渡起來 這個是眾聖賢身的力量 今天大孔雀明王是眾佛的力量 所以可以轉定業 為了洗滌過去的罪業 為了執伏未來的善果 台灣累葬寺 一年一度的梁黃寶燦大法會 即將在10月21日開燦 歡迎您踴躍參加 詳情請洽 049-2312-992